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亚罗当时就非常不同意这项 军事训练大纲提出的要求以及做法 因为刘亚罗认为这显然就是脱离了战争的实际的做法 刘亚罗先是跟这位负责人讲了一通 不如一切军事训练必要实战为要 刘亚罗认为训练得再好 时间长的就像在排队一样 他们怎么把步伐踏得一致 怎么枪法练得更软 这一上战场又是得从头示意 两码事 所以刘亚罗认为一切练兵之法美观则不示意 实用则不美观 那种所谓的指图人前美帝戏剧套数 事或指图 上级长官表扬的周玄华才是训练 是训练不出好士兵的 最后刘亚罗强调 他认为人只要移上了战场 头一回没有人不会紧张的 在这样紧张的战争环境下 战场无疑就是最好的 且最实际的练兵场 真枪是弹众练出来的士兵 最勇敢 也最顽强 更能打胜仗 而且根据现在实际情况 部队随时都是大运动战 每个战役一下的都需要及时得到补充 而新兵需要通过一两年才能参加打仗 显然不符合现在所需 刘亚罗算是用心良苦 跟这位主管训练负责同志讲了一大通 没想到这位主管训练负责同志并没有觉悟 而是一再坚持自己的正规化训练军事训练大纲 并说 我坚持正规化 不但学校要这样办 部队也应该这样做 刘亚罗再细心跟这位主管训练负责同志沟通 可这负责人还是我行我素不敢出众 刘亚罗当时就火了 如何训练部队 那可是军队建设的大问题 这是个原则问题 我绝不牵就不吸 没想到这位主管训练负责人 并不是很看好刚来东北的刘亚罗 或许压根就不认识新来的刘亚罗 也火了说 你刚来东北不久 根本不了解部队情况 我跟你谈不拢 刘亚罗一火 便放大声说 谈不拢 你就走人 那位负责人很快就被调换了工作 之后才知道当前跟他讲话的是刘亚罗 后悔莫及 本文参考资料 百战将星刘亚罗 第九十八月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